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并没有包括基隆跟台北市 只是说现在因为媒体都在吵 马英九也不得不去帮连胜文站台 而且他也是升为副主席 对 可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去 台北市是郝龙斌辅选 所以朱立伦事实上 你看他的辅选区 他三个地方都赢的几率是很高的 就桃园 新竹跟新北 那他干嘛来惹台北市跟基隆 这种充满变数的地方 我说对他来讲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他还是会尊重党中央的安排 就是说基本上台北市的主要辅选的大将 还是马英九跟郝龙斌 事实上也是这两个人 才能够真的帮连胜文解决一些基本问题 坦白说双北的联合造势 历来台北市作用都不大 因为你了不起工龙政见就是整治淡水河 那你说他能怎么帮你站台 他自己也在选 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就说他顶多是跨河 过来联合造势几次 可是那个效果都很有 气势上不能加强吗 会会会加强 而且呢这很有趣 这是第一次呢新北市要来带台北市 过去都是台北市去带这个新北市 而且因为台北市长就是未来的政治明星嘛 所以呢 可是这次呢焦点就转移在朱立伦身上 因为大家都看好他在2016 所以其实这一次对于朱立伦来讲 就国民党的辅选区域来说 的确他不需要负责台北市跟这个基隆 是属于郝龙斌副主席的责任 可是朱立伦这次呢 他必须要借着他的辅选 要来测试他的光芒 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些地方呢 一样的发光 甚至于呢不能只在北台湾啊 就是在中台湾还有南台湾啊 他的人气的指数到底是如何 过去呢不管是陈水扁也好 或者是马英九也好 他们都是超级助选员 就是所到之处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受欢迎的 我几次在这个高雄 看到这马英九那时候是声望最好的时候了 然后他到这个高雄 这些夜市里面去 哇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群众呢 等着跟大家签名 然后站在那边 是弄短短的这个夜市这样走 是要走很久的 所以朱立伦要测试他 有没有这样的能够 所以这一次朱立伦来浮选 也可以来检视一下 他们2016的实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你觉得我在害朱立伦 你觉得我在害朱立伦